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配公大人 滚 让你这老狗误了爷爷的大事 老公公 配公大人去哪了 我哪里知晓 没用的奴婢 我心里连个人也扭不住 大人走了 怎么办 像当年楚国人关中服姚毅 受够了秦力的虐待 所以自张寒投降后 秦楚兵族常有泄斗 秦兵多有怨恨 一旦进入秦帝相当势众 这二十万人恐怕就不好节制 贤弟万物鲁莽 这可是二十万条人命 什么人命 到了关中他们一旦叛变 那我等就要吃大亏了 贤侄 自古仇恨一解不一结 还是对储君多加约束 对降兵多加体恤 慢慢稳住军心 化整为灵 日久便可消除隔阂 斗生屠戮之心与人与己都不利 你不必多言了 我是要率兵打仗的 哪有闲工夫管这些盈盈狗狗之事 追权 你带一队人马去东南 我带一队人马往西北 绝不能放走一个人 好 把酒满上 这各位将军都满上 来来来 满上 为我大厨积业 不济前嫌 咱们干 干 禀大将军 秦相兵化便 军营四处起火 杀山震天 肃令英部 钟离末二将军前去平凡 遵命 大将军末将知罪 我早听得你帐下兵士们要聚众谋反 所以 今日兵变之事 宜在我意料之中 这件事与你们三位不相干 本将军不怪罪你们就是 谢大将军恕罪之恩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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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杀人者偿命 伤人者依法成败 盗窃财务者按情节论罪 原秦官吏继续留任 市农工商原封不动 照旧操持自己的本业 但秦朝柯正一律废除 请关中父老放心 我能囤兵罢上 专等各路诸侯军到来之后 再共商百姓安居乐业之大计 这仁义知识真是少有 太公不能离开沈阳城 对啊 老夫早又停下了 非公义局除暴安良无益啊 非公留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启禀将军 韩谷关关门紧闭 城头遍布刘自大旗 守官士族说 配公有令 不准任何人进入 再探 看看官将何人 对面 你身为官将不守韩谷官 怎可进显阳行抢 主公恕罪 末将文庭显阳大乱 将族任意抢掠以保私囊 也就 住口 我刘邦率军何曾任将族抢掠 《阅法三章》你知道吗 末将在外守官未曾知晓 好 念你不知 饶你不死 来人 来 法边五十 以警校友 主公 不知者不为罪 不能打我 主公 慢 给我带到显阳街头 当众责罚 教育百姓 叫你们守将出来 我们大将军有话要说 曹将军于两日前去了显阳 佩公何在 快开门 我要见他 佩公破了显阳 驻军霸杀 曹将军不在 我等不敢开关 将军 佩公想当关中王 故令我等不得而入 你不必王妃口声 就下令公关吧 大胆刘邦 竟敢食言欺悟 中林报将军 末将在 天黑之前 务必拿下 致遵命 其兵主公 向羽率四十万大军攻破函谷冠 已在鸿门扎营 鸿门扎营 四十万大军 刘邦小人当王心切 全然不把我放在眼里 你看 此事全在老夫的预料之中 你先回去 报告曹将军 来日定当重谢 遵命 家父 你说怎么办 刘邦出在山东 罪是贪财好色 为乡人之所不耻 今入显阳有约法三章 不取财务不济女色 收卖人心安抚百姓 足以践踏野心不小 将军 关中称王夺取天下 首当要除掉此人 好 好了吗 祝公万物极躁 即可就好 祝公 听说要把整个显阳公手送给项羽 可有此事 班将军 前者秦公受你斥责 我还心有怨怒 可是以眼下情势看 你实时是救了我刘邦 周公 明白就好 你我本是兄弟 救你便是救我吗 老将军 半夜三更这是去哪儿 我去探探军情 好 老将军 您慢了点 老将军 速去速回 末将问他哪里去 他说探探军情 知道了 你再增加卫族严加防守 不得有误 末将遵命 这等时辰 他会去哪儿呢 严父 他不会给刘邦报信去吧 他是你们相家族人 又是你的叔父 这你应该心里有敌 你啊 为防不测 我等现在就号令三军 趁刘邦不备 杀他个措手不及 不妥 假如真是相伯去了坝上 我等再快也不及他好马单骑 柳邦一旦有了准备 我军必受损失 还是等等 使情而定吧 主公啊 请看 秦皇玉玺 府库钥匙 珍宝清单 百官名册 有用的全在这里 主公过目 所有这些交给项羽 就等于把整个显阳 原封不动的给了他 是啊是啊 他理该知足了吧 是啊 秦王子英现在何处 一派樊将军去显阳压解 天亮便到 如此甚好 你们二位忙了半夜了 快回去歇息去吧 主公也歇会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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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公 明公 向伯来见 他说向羽因寒谷关授而怒火难消 现已令储君三更造犯四更出兵 天亮要灭我军霸上 这怎么能这样 明公 向伯现在带我杖猪 速速随我去见他 好 这 可是 可是这 向将军 佩公 快醒起 向伯不敢受此大礼 紫房贤弟 你怎么 向将军 向将军来紫房先生的结盟兄长 也就是我刘邦的兄长 岂有不败之力 紫房贤弟 你 向将军 我知道兄长本意是来救紫房先生 实业 实业就是救我刘继 更是救我十万士族兄弟 我岂能不来败谢将军 佩公 事已到此 是我通敌叛军 军不为过 我就是亲三江之水 我怕也难以洗清 贤兄 请不必多虑 我请佩公过来 就是要他向你当面说清楚 此事纯熟误会 佩公并无称王之意 向羽将军韩谷官宿主 此乃是守将师职 我等于将传国玉玺珍宝清单 百官名册全部备好 正等天一亮就到鸿门 面称向羽将军 此事当真 若有半句假话天诛地灭 这 好 请向将军到我帐中查看 如此便不必了 佩公 我回去如实禀告 望二位明日临晨早些过来 一旦刀兵相见 我怕是爱莫能助了 好 好 叔父 这是从哪来 我方才去坝上走了一趟 这下好了 先知这仗不用打了 什么 你还真给刘邦报信去了 这叫什么话 佩公帐下 张良张子房当年救过我的命 如此情势 我能见死不救吗 什么 张良在刘邦帐下 这有什么奇怪的 刘邦有张良谋策 那就如虎贴意 日怕日后 你可曾见过那个无赖 那个无赖 那个似水流算 我并无意见他 可出来是碰上了说了几句话 他跟你说什么 我急急赶回来就是想告诉你 你误会了佩公 你 雅父 你 贤侄 你听我说 贤侄 你听我说 我等许下的显阳 怎能攻守给他 攻守相让 这也是权宜之计吗 项羽生性残暴 主公此去凶多吉少 若不拼死一战 难料输赢 项羽杀人成性 尔等谁能奈何于他 怀王有约 先入关者为王 项羽怎敢违背怀王的约定 好了 尔等休在争论 我主意已定 天明启程 他项羽还真敢杀了我不成 以叔父之见 最好不动刀兵 贤侄 贤侄是想 佩公何罪之有 若不是他先入关中 我等何以兵不雪刃 轻轻松松来到鸿门 他韩国官步兵 足我入关 贤侄 将来必处三十里迎将军入关 他仗下曹无商有信于我 说刘邦欲亡关中 珠宝珍奇 加厉美姬 通通俱为己有 此等小人不足为信 须天明佩公入战后一问即明 贤侄威名天下共之 何况我军兵足数倍于他 他总有反心也属枉然 以佩公聪明 怎会做飞蛾扑火 以卵击石的蠢事呢 将军 现已三纲 这兵是出 还是不出 丫夫 我正要与你商量 将军要说什么 老夫早已明白 只是老夫刚才营外摇冠天下 剑巴上有龙虎云行 乘五彩之色 以老夫漏剑 此为天子之器 将军如不能肃下决心 未来天下必被刘邦所得 将军毁智唯空不及 如此说来 刘邦小人是非杀不可 正是 好 小玉三军即刻出身 且慢 事已至此 行尸动众 似有不妥 老夫先有 请讲 好 叔父 叶已深了 您回去歇息 告辞了 丫护请坐 好 老夫 先有三计可以杀刘邦 一 先传书 请其赋宴 带其入仗 将军把他聚棺坚守 私放紫英 善定约法 独吞珍宝 私藏玉玺 等各种罪行 一一盘问于他 如不能答 将军拔剑斩之 此为上计 嗯 二 将军如若不忍动手 可帐外埋伏上一些刀斧手 但配功入习 老夫具欲绝为好 将军置杯于地 换刀斧手入仗杀制 此为中计 还有呢 还有举坐献酒 令其大罪 罪而失态 继而失礼 将军以其失礼为由杀之 此为下计 三计皆可 以擒而定 家父 你速速去准备 将军先手输一封 我派信使邀西赴宴 这倒不必 相伯说 刘邦天亮之前即来谢罪 刘邦奸诈小人 言而无信 还是送信过去 如若不来 我大军机制 我大军机制 也算师出有名 主公 名为设宴 实则涉险 不设宴 主公 万万不可轻信 如若不然 不如修书一封潜意能言善辩之人 将官中所有尽限于他 我等另求一地 再谋他图 老夫年迈 愿为使节之人 此非良策 向于兵多将广数倍于我 如不彻底打消其一律 终归是个祸患 以良之见 只要民工有益 良愿随民工一同赴鸿门之宴 保民工完事而归 他日再争天下不迟 只要能避过刀锋之祸 求得一线生机 我对先生言听计从 民工果然大志大勇 主公 既然如此 多带一些将族去 以应不测 此行鸿门赴宴 正在斗智不在斗勇 将族再多 也非相予四十万大军之对手 以良看 将不过二三 兵不过数十人即可 旧一先生 主公 主公 樊快将军 主公 我房快与你相识这么多年 如此散河 怎能少得我房快 我并非有意逼你 你不是去显阳押记得赢了吗 自应现已押回 求在军中 望主公 带房快 共赴鸿门 樊将军快快请起 此次出行 乃由子房先生一手操持 带不带你去 还得由子房先生裁定 请子房先生 带房快一起投去 樊将军快快请起 是 作为赴宴 不是功成略地 用不着那么多的人 尤其樊将军这样的猛将 怕更是英雄无忧武之地 先生 樊快 虽是个粗人 可对你们独出人 一向客气 是 请先生答应 是 就让他去吧 但要听先生的调遣 谢主公 先谢过先生 谢子房先生 樊将军快起 是 先生 关起阵事 不思厌庆 倒是战场 我等不便贸然而入 我等 行一致死 全无回转的余地 眼下情势 进则生 退则死 我等 焉有毕生救死之理 如此 生死任由先生 樊将军 我将在 陪民工在圆门外等候 带梁入营 挫其锐气 让其退兵卸甲 末将遵命 散开 都为陈平奉项领大将军之命 在此迎候佩公 请问来者何人 我乃佩公帐下谋士 张良 张子房 子房先生 酒呀 酒呀 陈平先生 张良也酒呀 哦 子房先生也知道我 何之之道 何之之道 却是 九文大名 你不就是当年在乡里设宰时 分配肉食 备受父老赞扬 说你分的公道 你却说 如能让你治理天下 会更为公道合理的 河南阳武人陈平吗 正是不才 听说你随魏王舅做幼谱 何以又投到这里呢 魏王舅心胸狭窄 几次献策均不为用 而小人谗言 他却深信不疑 于是弃他而去 来到项羽大将军帐下 项羽将军获达大度 知人善任 陈平先生 这次你算是责到了民主了吧 子房先生 佩公何以不过来 佩公出于礼貌 命张娘先入账通报 是这样 好 请 至盛 前者薛承义士出离怀王 像是殊职二位将军苦苦留你 你却说要辅佐韩王 眼下如何又投佩公呢 难道是有意要责主而是吗 师叔何出此言 怀王虽兵分两路 刘相却是一家 皆为铲除暴秦安定天下 所以佩公过还原山时要粮一道公勤 粮便随之而来 这难道有什么不妥吗 你 休得写话 我问你 佩公何在 他为什么不进来 莫非是心里有鬼 怕见本将军吗 先生 为何不言 大将军 北极张寒破釜沉州 久战久胜 领众诸侯无不拒负 西地而行 坑杀秦湘兵二十万无一幸免 威名元阳 自然是人见人怕 何见得非心里有鬼才怕呢 张良见大营内外 刀枪林立杀气腾腾 这前来打探 今日是鸿门宴还是鸿门镇呢 这又有何不同 先生明察便是 梁曾听有人说 贤明的君主 治理天下 张扬仁德 不悬要武力 能够夺取天下的人 取决于他的德行 而不决定其凶险 所以真正的大人物表面很平常 真正有钱的人生活不奢侈 势力强大 不使人感到威慑 并夺匠广 却扎营在人们不亦看到的地方 而大将军名为设宴 行图不振 大营上下 金阁铁马 匠足层层 筋骨大作 杀气腾腾 却丝毫不见 饮验欢歌之气氛 这岂不是 生怕人不知其强 其勇 其威风 旧将军之名 如此声势 纯属多余 反悔一笑大方 说将军陈兵四十万 迎客两三人 竟然心生恐惧 借助刀兵 此言差矣 人各有志 不可相强 有的人假行人意 包藏祸心 欲望天下 又苦于实力不逮 故而只能装出满脸千功 以待时机 时机一到 凶相毕露 有的人表里如一 光明磊落 挺盖世之勇 兵长赤城 马上取天下 威名真侠儿 方献出英雄本色 有道是胜则为王败则为寇 巨战儿 巧言令色 只能骗三尺儿童 只剩小瞧我楚盈无人 佩公与相将军乃蒙兄蒙弟 有何胜败可言 佩公遵楚王之约 兵禁关内 又何罪只有啊 今日前来拜访 其可刀锋相见 抱秦所王天下未定 又怎能同事操割兄弟戏墙 岂不让后人耻笑 再者将军常邀各路诸侯仗下议事 如佩公今有不测 那以后谁还敢再与将军交往呢 丈良先生言之有理 我即刻传令 将族刀兵离营一礼 筋骨暂息 改奏喜姓声歌 迎佩公入营 谢大将军 大将军有令 尔等回营听命 此方先生真乃神人啊 不必辅月 知身入营 必十三刻 以三寸不烂之舌推数万之兵 其至其勇 何人可比啊 主公所言极是 这乃才智过人啊 可是不能再信任 要召集而行 到时候一句欲绝为好 切记切记 好 尊将军 传佩公入仗 文臣武将只待一人 将军传佩公入仗 文臣武将只待一人 将军传佩公入仗 文臣武将只待一人 好 佩公 好 好好好 佩公留子 好 好 佩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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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见项羽大将军 埃伦 将大胆刘继推出去斩首 且报 将军 将军 大将军 佩公何罪之有 要将其斩首 何罪 他自己清楚 将军 刘继 乃区区不易 自佩宪启事 得投将军帐下 奉怀王令西晋激秦 进退攻守 为将军事举 从未敢擅自独断专行 这犯有何罪 望将军明示 让刘继也四个明白 你有三罪 招降秦王子英 继而释放 冒天下之大不为 此为一罪 约法三章 废秦法令 旨在妖玛人心图谋天下 此为二罪 遣将首官 租本将军入显阳 其真易保 加力美激 据为己有 此为三罪 恕罪并罚 难道不该斩首吗 将军所言 具具事实 但一刘继看 如此三罪 不是刘继之过 倒是刘继之功 本不该诸犯应封赏 什么 你死到临头 还敢取消本将军吗 不敢 不敢 待刘继细到原委 将军思量功过自明 封赏斩首 任由将军 将 刘继仰仗 将军神威先入现阳 秦王子英望风而降 刘继如 擅自杀之 便是探天功为己有 所以求之君忠 待将军到来 亲自发落 使灭秦大业 正于将军之手 此为罪忽 观众百姓 苦秦言行立法久矣 叛其废迟如望日月 可不容缓 刘继明令尽事 欲宣怀王之德 扬将军之位于观众百姓 岳法三丈 意求安定 宗旨莫不如此 于是观众父老无不遗手加额 言前驱者尚且如此 主帅更不知是何等盛名仁慈之主 才有撒扫庭院敞开门户 迎将军入关的后事 这 这是罪过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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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